为了提升在地人文景观和油气设施的品质 花莲县政府推动了 回南、回南、花莲市河海人文廊道建制计划 以及美轮绿网营造计划两项工程 包含了海岸路沿线自行车道、北冰公园空间改善 以及193县道沿线到北冰国小的两侧人行道环境改善工程 县长徐真卫特别率领的县府同仁骑单车沿线来视察 预计在今年中以及年底会陆续的完工 还请用路人小心行驶并且耐心的等待配合 花莲市河海人文廊道建制计划 海洋活力地景及港宾景观绿郎景观工程 以及太平洋左岸移居城市美轮绿网营造计划两项工程 17日及23日徐真卫本别骑车率领县府同仁沿线视察 了解工程进度与品质 其中回来回来的部分是我们透过向中央 城镇之心正渠道的计划 主要是改善海岸路一直到北冰公园 包含了自行车道的一部分 靠海侧的绿带 这样的一个友善的环境 跟公园的整体的北冰公园的一个运动公园的改造计划 那这个部分呢是着重在这个空间上的一个改善 那另外呢我们在提升道路品质呢也争取到了一笔经费 就是办理这个所谓的美轮绿网的计划 那美轮绿网计划呢包含了193县从48高地沿线一直到这个北冰国小 那其中呢在美轮地区呢 我们包含了这个文化中心周边的文怨文夫路 还有永兴路 那明泉路跟明泉五街等等的这样的一个 道路两色人形环境的改善 那空间的友善化 一些景观直在的调整配置等等 那营造这个整个绿网的一个形态 那这个主要是提升道路品质的工程所做的一个建设 回南回南华联市河海人文廊道建制计划 包含北冰公园极限运动场地改善 重新彩绘 滨海大道地平铺面铺设 3D彩绘区 增设照明及监视设备 儿童系沙池及洗手洗脚池 预计在今年6月开放 港宾景观绿郎景观工程 则包含美轮田径厂旁人行道 花莲高中人行道 雅士都饭店旁人行道铺面改善 整体计划预计在今年9月底完工 太平洋左岸移居城市美轮绿网营造计划 分为A宫区193沿线绿地景观工程 B宫区美轮绿网道路与绿地景观工程 皆以师座人行道为主 预计在明年9月初完工 还请用路人小心行驶并耐心配合 记者蒋邦彦 华联师报导